昨天我們才注意到這份和解書 我們說的是 友達好多年來一直在控告TCL 大陸最大的電視品牌 說他們侵權 怎麼在昨天突然傳出和解了 沒錯 這紙和解書 我們看到了不只是兩個公司的發展 我們可以看到說 台灣跟這個中國大陸的面板業 面臨一個死亡交叉的局面 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的面板業 已經全面壓過台灣的這個面板業了 我們就直接來看這個 所謂的和解書到底是什麼 兩家公司一家是 中國最大的這個家電品牌TCL 另外一個是國內的面板廠友達 他們兩個人 因為友達從2013年 就是控告TCL 有些侵權的這個問題 他們昨天的這個和解書是這樣 本公司與台灣友達方面 達成這個2019年9月24號 簽署了這個和解協議 也就是說過去的這些 所謂相關的爭議 我已經全面跟他和解 他自己這個TCL自己講 本次和解的達成 將促進兩岸同業合作 為華新光電的全球營運 奠定良好的商機的基礎 這個我就不懂了 今天站在友達的立場說什麼 我應該要維持五 六年前 告你的態度 我用專利卡死你 要不然你的華新光電的什麼 全球營運的基礎 干我友達什麼事 對啊 沒錯 大家去看到這個和解書 就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友達是被侵權了一方 人才也都被挖走 那友達為什麼會簽下 這樣的和解書 事實上友達自己有講 他說未來 我們為了要跟TCL 全面的合作發展的話 我們跟他達成所謂 和解的這個狀況 你看 這就表示什麼 表示友達現在必須屈服 在大陸龐大的市場之下 他是為了要跟TCL 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未來的契機 所以今天本來要告到底的 這塊認為寧可被你叼走 委屈是因為市場佔領那裡 沒錯 中文大陸的面板 成長到底多快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根據京東方的預估 未來5年的TFT LCD的需求面積 每年增長3%以上 很多地方都衰退 中文大陸還是少數能夠增長 然後到2020年 也就是三年之後 中文的面板出貨量 是全球第一 還不只這樣 我們要目前的 中國的京東方 目前它LCD出貨 已經是全球第一 還不只這樣 它在顯示器 電視面板 還居全球第二 還有全球第三 這是在京東方 自己公司的這個發展 我們來看 中國現在還有15條 這個面板的生產線 準備要進入生產 包括10.5代廠的有四條線 8.6代廠的有三條線 8.5代廠還有一條線 還有一條LGD的10.5代廠 在波州等等這些東西 我們知道 事實上連現在的 蘋果不是說要有 OLED的第二面板的供應廠商嗎 它也沒有找台灣 它就直接找了京東方 所以就知道說 中國大陸的面板廠商 目前不只是在產能 在技術方面 更是全部玩壓這個台灣 我們再講一個人就知道 我們知道 面板女王白威明 從兩岸開始這個交流以來 這個人好久沒看到了 對 每一年的5 6月的時候 我們國內的面板 跟所謂同業都開始在期待 所謂白威明又要下多少單 可是你知道嗎 一直到去年的時候 他原本是說6月要來 後來又延到8月 後來又不了了之 今年也沒有他的蹤跡 你看 所以很顯然 中國大陸現在有一個策略叫做 放棄台灣的面板 因為他們已經達成了所謂的 他們這個產能跟技術 自主的全面的目的 所以你看到消失的百威明 好久沒有看到他 你就看到了兩岸面板業的蕭蕭 我給大家看一個數字 這個和解書的後面 才幾年前而已 大陸喊出了缺心少評 現在有心又有評 你看 2016他的這個面板自足率 80% 今年85% 等到了10.5代廠 還有剛才你提到的11代廠 都建構完成了之後 100% 是 沒錯 所以你知道說 中國大陸的發展非常快速 我們來講說 這個到底兩岸的官司 友達跟TCL的官司 到底是怎麼樣 主要是友達 他在2013年的時候 提出什麼 妨礙商業秘密的訴訟 控告包括什麼 TCL 還有TCL旗下的多媒體 還有華星光電等等 他說主要控告 連水池還有王伊凡等等的 因為他說什麼 因為他們自己個人 帶了所謂的商業機密 也許是友達的自有技術 前往中國大陸 這個所謂的自有技術 應該是很致命的關鍵 不然怎麼會提告 這個所謂要自有技術 叫什麼 就是現在最紅的 偶類的面板的這個技術 我們都說其實友達 是全世界最早發展 偶類的技術廠商之一 然後他所以 他還有一些相關的 這些機密文件 當時其實就是連水池 這個人他就是負責 偶類面板這一塊的 主要的技術人員 所以在2011年的時候 他到這個中國大陸 去開一個研討會的時候 他就說他已經 因為他中國要發展偶類 所以他老早就被鎖定了 所以有一個知情人士 就把他找過來 就說我們現在要發展 偶類面板這個東西 你願不願意來 我們這個地方來工作 當然他在這邊想一想說 目前我們友達 好像有要放棄偶類 這個面板的可能性 這樣的話 好 我就願意去 這個知情人士 馬上就跟TCL的總裁 李東生說 這個連水池要來 所以馬上他就 李東生馬上恩話不說中 用最好的待遇 把他給我挖過來 所以這個知情人士 馬上就寫了 他寫了三年的年薪 250萬美金 簽約金70萬美金 審議都開出來了 對 目標達成的獎金 還有60萬美金 還有所謂低稅率 配房 配車等等 這麼好的條件之下 連水池當然就馬上就 在台灣提出池塵 而且在離開友達的時候 又Copy了很多面板相關的技術 就這樣子連人帶技術 到中國那裡去了 等一下 這件事 照你說是 錢沒錢 水沒力 偷偷摸摸準貨 水沒粉的事 為什麼後來會浮上台面呢 對 看似是一個完美的挖角 這個好像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因為知情人士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知情人士的一個Email 就整個事件就曝光了 因為這個知情人士 他通常都是寄信封 寄到連水池私人的帳號 所以當然沒有人知道 可是連水池報有一次 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經 有錯亂還是怎麼樣 他就不小心把這封信 寄到這個公務的信箱裡面去 所以這條線 本來一直持續在進行 你不講人家也不知道 就是自己佛獲到 另外一個公務信箱去 好 那這個信箱 在友達高層看到的時候 他們整個都嚇傻了 因為這個知情人士 他們看到這個名字 就知道說大事不妙 他是誰 因為他就是前期美店的主管 陳立宜 也就是說號稱是 國內面板最大的一個叛將 他跟這個連水池挖上 拉上等號 那就是他要挖連水池過去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連水池被邀請去參加在 剛才說是日本的一個聖誕堂 然後開始接頭 連offer都開出來 背後就是陳立宜在前線 所以看到這一點 大家就知道說 原來是這樣的挖角的事件 陳立宜是我們國內這個面板 跟大陸面板業能夠追上台灣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們知道事實上 他之前在這個奇美店的時候 也是有立下戰功 他曾經在當時的 這個中國面板市場 開拓非常有稱 所以當時他在中國 奇美店在中國的這個面板市場 領先三星20% 也就是因為他旗下這個部門 表現非常好 所以奇美店在這個 包括說金融海嘯的過程中間 他沒有受到很大的波及 但是2009年的時候 有一場這個奇美店 因為內部的人事的這個變化 也就是說原本的這個 執行副總吳秉升 他因為這個庫存太多 這個上面邀他負責任的話 把他民生暗將 民生暗將 沒錯 把他升到之後 副董事長 但是事實上是拖斷他的權力 拖斷他的權力之後 他旗下一個大主管就是陳立 陳立想說 糟了 我跟著人的 已經失事了 那怎麼辦 他就決定說要離開這個奇美店 離開奇美店的時候 原本他一開始要做 後段模組 也就是說 我不知道 面板是做前面的面板 做好之後 後面的話你可能再稍微的主張 就組成一個模組 他想說我自己創業的話 我做模組會比較好 所以他就在兩岸三地 在那邊說找人來投資 結果他就遇到了TCL的 董事長李東昇 他就把這個計畫跟李東昇講 李東昇馬上就說 立 這樣子 我跟你講 我們不要做這個後段模組 我有一個更大的夢想 我想要在中國建一個 8.5代廠的大廠 我決定把這個計畫交給你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本來只是跟你講說 撈一點訂單 我就是做後端的組裝模組而已 結果你的夢這麼大 8.5代廠要讓我來接 前端 對 陳立 他們想一想說 原本是個200人的計畫 現在是大了10倍的大計畫 他當然就說 好 那我回去考慮一下 結果你知道 他說他當天晚上幾乎睡不著覺 每天在這邊想 後來決定說好 他就打電話給李東昇說 好 那我決定接下來這件事 但是李東昇跟他說了 但是你要在三天之內 就要把這個所謂的Proposal寫好 因為為什麼 當時中國很多廠商 都要有一個中國官方的審批 審批的話 時間減始就在三天之後 所以你要在三天之內 把整個你預算多少怎麼做 全部都要寫給我看 就是陳立 他就說 他在三天裡面 他每天坐在電腦桌前面 一直打字... 他說他除了上廁所 自己爬起來的時候 他說得很誇張 連吃飯的時候 都是他老婆拿著包子 然後就在餵他 讓他這樣吃 他每次就是打一打 他好不容易在三天之後 就把這個Proposal拿出來 一個240億人民幣 將近1000多億的大計劃 三天之內就搞定了 72小時之內 人生完全換了另外一個軌道 這個時候的陳立宜 已經帶槍投靠對岸了 可是他沒帶人 一個人過去 沒錯 那當然要有人才 所以陳立宜就決定說 台灣的人才是最好 所以他一開始就在我們 台北市永康街這邊 設立一個辦公室 設立辦公室之後 就開始挖腳 他挖腳他開出條件 他在這個光電產業 排行前40%的人 然後肯冒險 要追求更高的職位 更高舞台 更高薪水的人 歡迎你過來 那時候當然很多人 就過去了 那你知道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疊對疊 你要開始挖腳 台灣的面板公司都知道 這個雞蛋在密都會透光的 對 他說他還接過很多 國內面板高層的地方 聽說你要挖腳我們的人 所以你知道 他就要秘密的進行 所以聽說怎麼樣 他在挖腳的時候 interview的時候 不是在他們辦公室 只要是說好你要來interview 他有可能在星巴克 有可能在7-11 任何地方他都在 隨時都在interview 那你要不要來我不知道 那甚至他還說 有些人要探聽我們公司的 這個虛實的時候 有人是假裝來面試 但是就進來之後 就在那邊問說 你們現在這個運作了怎麼樣 他說甚至他懷疑說 連他們公司裡面的打掃上 搞不好都是有人派來這邊臥底的 所以這個是間諜跟反見之間 跌對跌 沒錯 那時候就是整個 最大的挖腳案在西台灣整個進行 那為了他 因為還是很多人不願意去 因為畢竟是說 我去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發展怎麼樣 所以他就說什麼 凡是提早你願意報到 我先發100萬獎金給你 那不只這樣 他就說好 你只要是說能夠 不是你自己過來 如果你願意挖你的這個 很多你的同事 大串一起來的話 成群結隊來的話 我還給你發給獎金 所以就知道說 他就這樣子 把兩三百個 台灣友達奇美的工程師 還有韓國的工程師挖過來 組成了一個他的核心團隊 這個核心團隊 其實你嚴格來講 在當年的時空背景 他等於是大陸的國家隊的 最先期的種子教育部隊 他們就去了開始發展的時候 軍事長你知道嗎 他們一開始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們還沒有場地 他們這個TC就只跟他說 聖鎮是這種批准的這塊地 他說他們前一天 還在那個地上面在那邊吃 那邊有土基層在那邊吃 然後旁邊都是菜卜 這個菜園在那個地方 他說他都不好意思跟老闆說 你們這個土地明天就要被拆掉 就這樣 他們馬上 馬上就很快的市政府 就整地把它整掉 整掉之後 他們動員2萬個人 去蓋這個無城市 2萬人蓋這個無城市 很快當然就蓋好 那還不只這樣 他們中國官方支持到什麼程度 這是民主產業 我們一定要完成這個自主 技術自主的大業 深圳市政府跟你說 跟他說 你現在要運這個東西對不對 他說他跟深圳市政府說 我們那個機台很大 很大我們要經過 高速公路的時候 那個收費台 收費站會卡住 我們過不去 那怎麼辦 深圳市政府聽到這個問題 就說簡單 把它拆掉 你是說你今天要過 通常會有一個天橋或什麼的 你沒有繞路 他拆掉天橋 就直接拆掉 然後全市你要經過路線 全部交通管制 讓你快速的 就可以運到這個地方 雖然建廠的速度很快 他原本比這個 當時還有另外一家廠商 叫京東方 京東方的建廠時間 比他快 早4個月 結果你知道他後來量產的時間 只有比他晚一個禮拜 你就知道這個創的歷史的紀錄 就是8.5在場 用17個月就蓋起來 那就是一個全所未見的這個速度 這麼平的速度 連機台要過去橋 都可以為他讓路 做出什麼來了 對 當然 你要做出來的時候要量產 因為開始沒有獲利 你總是要做給領導看 他們那時候就說 我們決定做一個創取 就像你知道嗎 在這個中國人民大會堂裡面 旁邊有一個非常大的電視台 在播放人民大會堂 最新的這個狀況 還有中國最新的政經局勢 但是在人民大會堂裡面 掛著一個80吋到100吋的那個電視 居然是日本松下做的 因為中國沒辦法做 那這是一個 中國非常痛的這個地方 我人民大會堂 怎麼會擺日本的產品呢 結果李東生就跟陳立就說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 把這個換掉 他就取名 他就說我要做一個110吋的電視 那這個電視取名叫什麼 中華之星 這個已經有一個國族大義的 高度在那個地方 對 沒錯 好 他們就真的開始做 果然就做出這個110吋的電視之後 他們要運到北京 就像人家運到北京的時候 他們還試飛了五次 你怎麼樣用飛機接到那個地方 不會破掉 但是不只這樣 他說從這個下飛機之後 從飛機廠到北京人民大會堂 中間的路上 他們就說那個移動是用什麼 用一吋 一吋 一公分的移動 因為怕震動的時候 會讓那一塊玻璃破掉 他們說移動的速度 等於是歸宿這樣慢慢的前進 然後前進到人民大會堂之後 你知道迎接他們的 馬上這個掛上去之後 那時候當時中國的領導人 包括胡錦濤 溫家寶 習近平等人 全部都在那邊看 看到然後他們就跟他說 這是我們中國人第一次見出來 110吋的這個大面板 結果你知道 他掛上去那一天 就是習近平宣誓就職 所謂他們的下一代領導人 那一天就掛上去 掛上去那一塊面板 就永遠留在人民大會堂 因為那是中華之星 代表了中國他們技術自主的一個 永遠不會抹滅的一個里程碑 所以你聽到這個地方 那100吋大電池 這麼掛上去人民大會堂 也正式啟動了兩岸面板業 最後走向了死亡交叉 不過回過頭來 秦皇帶我們來看到 友達此一時比一時 當時主戰 現在我們剛剛提到了 他為了市場 他最後決定要讓一步 我們彷彿也在友達的裡面 看到當年有一個賈伯斯 看到現在出現了一個庫克 沒錯 因為之前在蘋果的時候 在賈伯斯時代就是標準的主戰派 為什麼 為了專利訴訟 告三星 甚至告HTC 通通都不手軟 可是到了庫克的時候幹嘛 選擇跟市場妥協 可是在友達裡面 我們從彭雙翰看到 就是說他是選擇面對市場 可是在友達裡面的主戰派是誰 其實是友達現在的榮譽董事長李坤耀 李坤耀當時是什麼狀況 我們帶大家回到2006年12月的時候 2006年12月的時候 美國司法部發起一場 這個所謂的反陀拉斯的調查 反陀拉斯調查是針對誰呢 針對很多面板大廠 哪些面板大廠有這個群創 那個時候叫齊美 有齊美 然後有友達 然後有夏普 有三星 有LG 這麼多的面板大廠 美國司法部都展開了調查 展開調查之後幹嘛 你只有兩個選擇而已 你們這些面板大廠 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幹嘛 認罪協商 罰錢了事 孰可忍 孰不可忍 那第二個選擇孰可忍 孰不可忍之後幹嘛 就選擇跟美國司法部打官司 那當時什麼狀況呢 很多面板大廠都一一的幹嘛 就是直接跟美國司法部 直接和解 認罪協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不想擔最後的風險 因為你知道跟司法部打官司下去 會有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是幹嘛 最重可能會被懲罰性的 罰信料罰到10億美金 據說10億美金是多少 是300億台幣 天價的罰款 天價的罰款 第二個可能是 你的相關做決策的主管 被我美國起訴 然後判罪了之後呢 最高可能要坐牢 要坐10年的牢 不管哪一個可能 都是吃不完兜著走 我看 直接認罪了吧 對 所以當初 包含齊美在內 很多大廠都選擇 直接認罪協商 我繳罰金了事 所以像齊美繳的罰金是多少 繳的是2.2億美金 責得台幣大概罰了 差不多六七十億左右 可是當時友達的態度 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為什麼 當時友達的董事長 你哭掉就說 我們沒做的事 就不能賴到我們頭上 對的事情我們就要去爭取 所以我們要幹嘛 打官司 這官司一打下去不得了 美國司法部幹嘛 開始進行司法的追殺 司法追殺在2010年的時候 友達當時現在總經理 副董事長陳炫斌 還有陳來柱當時是特助 然後包括什麼 友達前執行副總 現在加斯達總經理雄輝 他們三個人幹嘛 在美國 美國司法部說 你們三個人因為被我們起訴了 所以通通留在美國 限制出境 你們不能離開美國 為了名譽 決定跟司法抗到底 這是李昆耀的作風 這個對一家公司 這三個都是他們的骨幹 這個很傷 沒錯 這都是他的愛將 可是你知道嗎 到了2012年的時候 真的判下來的時候幹嘛 友達有得到比較好結果 沒有 要罰多少錢 罰5億美金 這跟我們剛剛講 從10億變5億 是比剛剛我們講 齊美甸罰2.2億美金 還要再多了一倍 他變成是5億美金 你要罰150億 然後你知道嗎 當時這三個人除了陳來柱 他是免去牢獄之災之外 這個熊輝跟陳炫斌幹嘛 當時基本上都被判 三年的有期徒刑 不但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還要罰20萬美金的罰金 所以這兩個人幹嘛 在2013年的時候 兩位李昆耀大將 當初指導怎麼樣 入牢去怎麼樣 扶他們的徒刑 可是去扶徒刑 在2013年的時候幹嘛 他們提起上訴 提起上訴說 我們希望能夠申請假釋出獄 那所以當時才會怎麼樣 他們兩個才能夠離開牢獄之災 但是還是被限制在美國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李昆耀這樣子跟美國司法部 這樣子對幹的結果 這種對主戰派狀況 造成什麼下場 他的愛將怎麼樣 受到了牢獄之災 其中陳來柱幹嘛 還離職了 然後公司要不要面對罰款 還是要罰那150億的罰款 你講到是2010年的這個事情 當時李昆耀 他連美國司法部 我都可以給你硬著來 那更不要講你TCO 對我是侵權 我當然告到底啊 對 沒有錯 所以你會發現當時的策略 怎麼樣呢 帶來的印象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你後來看到什麼 看到總裝要拿回來 有發策略要幹嘛 我們要面對現實 還有面對市場 Single 同 request 項目 請注意 請注意 請請